鬼鬼荷包赚满满大丰收!砸三十万半绿八春酒! 鬼鬼外形青春可爱,望受厂商喜爱接下不少代言!图翻射!鬼鬼!吴应杰脸书! 从黑色惠媚媚出道的鬼鬼,她可爱的外形加上鬼灵精怪的性格,吸引了不少的粉丝。 2013年她参加了韩国综艺节目《我们结婚了》之后人气飙涨,2016年起她进军韩国演艺圈,还发行专辑, 从南韩再次红回台湾。 而在南韩演艺圈的发展,虽然已经告了一个段落,不过这也让她的知名度速飙涨,迅速接到好几支代言,让她的荷包赚满满。 因此今年鬼鬼大手笔,砸30万元半春酒靠上身边工作人员,更准备了40个大红包让人人有奖,还特别结合目前超夯的绿拉手游为Dresscode主题,把大家都打扮成绿拉,工作人员打句笑说, 穿住青蛙周边吃上海菜这样荒谬的鬼点子,真的只有鬼鬼想得出来。 鬼鬼鬼砸30万半春酒靠上工作人员,将大家大办成绿拉。 图无应接工作室 提供 最近才跟陈奕涵、刘以豪拍完电影的鬼鬼,趁着春节假期安排了一趟北海道滑雪之旅,这场度假之旅结束之后,鬼鬼即将在今年陆续接拍戏剧一直到年底,把今年定为戏剧工作年的他表示, 今年要开始认真拍戏剧了,粉丝们也非常期待他的表现吧。 鬼鬼准备了不少红包,要让工作人员通通有奖。图无应接工作室。提供 字幕志愿者 欢迎发 开始订阅